位于南陀县的水里国小 日前举办校庆暨社区运动会 先议员陈淑会表示 在周校长的带领下 不但将水里国小经营的有声有色 办理运动会各让社区以及学校结合在一起 今天是我们水里国小举办的社区校庆运动会 那水里国小是我们水里乡最大一所的国小的学校 在周校长领导的整个教学团队 对教学的一个规划都非常的好 那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个好天气 也是我们办理这个校庆运动会最好的一个天气 所以所谓在这里借由今天参与 看到学生他们都很热情洋溢 然后又很兴致勃勃的来参与这场运动会 所以所谓在这里祝福今天的校庆圆满成功 走进科校长指出今年是第97年的运动会 希望借由办理运动会让更多人重视自身的健康 今天是水里国小97年的校庆 那我们举行运动会能够希望带动地方民众对于体育的重视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运动会的推展 再加上各资源的投入 能够把这个个人的健康当成是每个人最重视的部分 而运动会除了学生以外也有社区民众以及许多家长踊跃参与 希望借由运动会来帮助孩子们成长 那这样的运动会是最好的亲子活动 那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运动会 培养运动家的精神也让我们的亲子互动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教育 太期待说大家的鼓励以后我们今天的运动会能够圆满成功 那我们整个孩子们在学上在未来的多元学习 包括运动还有成长等等的过程中 对他们未来的成长一定有更大的帮忙 水里国小班里校庆祭社区的运动会 除了让学生借由活动来运动以外 也达到了学校与社区结合的目的 希望借由运动会的举办 除了提升运动风气以外 也能够让更多人重视自身的健康 记者邱平易学历采访报导